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集的決勝時刻 很開心見到各位 今天要來看的是第二季送的最後一把新槍 伏擊者45 第二季都快結束了才推出這集 還真的是有夠慢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 給大家看我在伏擊者45上裝的配件 這把衝鋒槍優秀的地方就在於準確度 傷害與射程 懶論射速 機動性 控制 就多少輸其他把衝鋒槍 所以我這把會拿他當步槍用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定位很接近突擊步槍 不像拿MP7 起碼會再往前多跑一點好方便殺人 而為了穩定後座力 方便控制 我在下掛 握把及槍桌都裝上配件 拿這把槍的前期我有裝瞄準鏡 但因為人不好控制 所以就逼自己用鐵瞄 改上槍拖 不過鐵瞄也不會很難用 用久了就習慣了 然後為了能擊殺稍遠的目標 槍管跟槍口也做了些改進 嗯...我還真的把衝鋒槍改的跟突擊步槍似的 話雖如此 但他在多數的交戰場合仍然會輸突擊步槍 因為儘管傷害為所有衝鋒槍之罪 但依然輸突擊步槍一劫 而且這遊戲的主流槍為突擊步槍 所以拿突擊步槍的玩家比例肯定不小 滿街都是 所以如果我拿完突擊步槍的打法來打 也就是正面與對方拼槍 而不是趁敵人不注意打對方 只能說伏擊者4-5還是乖乖回家睡好了 有見於此 我在使用上會多多見諒避免與敵人正面接觸 因為我不想賭對方是拿什麼槍的機率 而且自己也飛成槍手能槍槍爆頭 還不如乾脆調整自己的打法 所以會比拿突擊步槍時 更常看情況來調整自己的走位與跑點路線 比如左邊有敵人 那就會走右邊路線去撤襲 又或是守在敵人長走的路線等敵人現身 雖然這樣可能會有正面接敵的風險 但優勢就在可以比對方早開槍 當然啦 在這邊用講的很容易 但實際上做起來仍然得考慮各式各樣的情況 而且各位也未必試用跟我一樣的配置 所以我這邊的紙上談兵只是給各位建議 該如何去使用仍得各位去從中體會、調整 好的 用槍心得到此 接下來是歷史 遊戲中的伏擊者45是以LWRC-SMG-45為原型 LWRC國際於西元2015年的射擊與狩獵展上亮相這把槍 而伏擊者45在裝上部分配置後則會變成UMP 然後因為UMP的資料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就來介紹UMP 跟我以前介紹過的MP5、Kilo-141、MP7一樣 UMP由黑客樂、科赫所製作 於1990年代開始設計的UMP 在1998年由SWAT、海豹部隊、FBI這三個單位進行一連串的測試 而在測試結束後他們借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於是便於隔年投產 當初會製作這把槍的原因 除了為因應美國特種部隊單位的需求外 而且UMP也比自家產品的MP5更輕、更便宜 而因UMP的性能優異、後座力小、易於拆解、易受腐蝕的零件數量減少等等原因 不少國家與執法單位都有採用 比如德國聯邦警察、比利時聯邦警察、馬來西亞皇家海軍特種作戰部隊、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等等 依照最初的設計 UMP的子彈普遍比其他衝鋒槍的子彈大 可以使用.45ACP或.40SMW 所以在對目標的打擊上能製造更強的殺傷力 然而因為子彈比較大顆的緣故 所以在射擊時會產生不小的後座力 於是降低了射速 使之成為現在衝鋒槍裡射速最慢的槍之一 而射速這點在遊戲裡倒是有還原 除去為了因應不同子彈而做出不同的堂式外 其餘設計都完全相同 彈匣有10、25、30發 10發的彈匣設計為因應美國法規而做出的版本 命名為USC 專門販售給平民使用 以UMP45的型號來說 空槍重2.5公斤 有效射程約65公尺 射速為每分鐘600或700發 射擊模式有半自動 兩發點放 全自動 槍托可折疊 垂直前握把可加強作戰人員對後座力的控制 皮卡丁尼刀鬼能安裝各種配件 那麼以上就是本集的所有內容 喜歡本影片的朋友請順手點個喜歡、分享 並且記得訂閱及打開小鈴鐺 然後方便的話請幫我點擊影片裡有興趣的廣告 或是別忽略廣告 這樣我才會有收益 又或每個月花15元加入地獄閃兵會員 除了能搶先三天收看完整影片外 還能獲得或顯示在ID旁邊的帥氣徽章 另外資訊欄有相關社團可供加入 歡迎你看看喔